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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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人家就覺得奇怪 這些獨居老人怎麼 李長對他特別照顧 對啊 財產都給李長 我們等一下可以問一下字幕志愿 問一下字幕志愿就對了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去調查 才發現說 這個事情大條 牽扯層面很廣 你知道這個不法集團 一定會有一個首腦嗎 這個首腦就是蔡上月 那很奇怪 他剛好夥同一個應該有律師 那我看媒體是寫知名蔡姓律師 我們大家就在猜 到底知名蔡姓律師是誰 但目前為止 那個陳律師說他知道是誰 Anyway 詐騙集團去跟里長講說 你去看看你的管轄 轄區裡面 有沒有一些獨居老人 那是沒有後代的 剛剛五哥講 或是跟小孩已經斷絕聯絡 但是那個房子確定是他的 沒有貸款 最好還有一些銀行有點錢 那這個里長一定會知道 就是火同一個弱性園警 那他可以去調口卡 去查看看這個老人 真的是獨居 西夏無子 房子沒有欠錢 然後這些里長 他們或是代筆人 或是見證者 或者就是遺產的受證者這樣子 那做的這件事 你還要有人公證 就是遺囑寫一寫 你幫他寫一寫就好 那他們都是說 這老人家就是身體虛弱 已經沒有辦法寫字了 所以請我代筆 那代筆你要有人見證 或是他當見證 或者是律師 通常律師會請你去找民間公證人 這個蔡姓律師 就自己當公證人 可是他當然不是 是蓋他律師的章 他去刻公證人的綱印 然後來蓋 那刻的還不只一個 那你不只刻一個 這個也很容易被抓包 那到這個地方 那感覺你要往下送了對不對 送稅務機關 然後你要送到這個法院去 法官是應該是沒有 沒有看到有法官 但是有書記官 那除了書記官之外 還要買通 護證事務所的人員 在這個案件當中呢 他一共有十一件 十一件有六件是成功的 那裡面呢 一共不乏所得 是一億四千萬 那你想想看 這個一億四千萬 他們怎麼分 我本來還想說 書記官是不是可以分很多 不然他幹嘛要這樣挺的休閒 五哥我給你報告 一筆六萬八千塊 他才六萬八 他就六萬八而已 然後十一筆六筆成功 對 他才這樣哈布拉拉拉算起來 四十萬左右 是啊 那你四十萬 你知道他以前是警專中隊 然後還兼差做過AV男優 我想說為什麼 這個媒體都知道 他還兼差做AV男優 那我想應該當AV男優的錢不多 所以他要賺這個錢嘛 對不對 而且總共是一億四 那請回答大部分人錢在誰 那大部分人錢在誰那邊 那我覺得有一個地方也滿妙的 這個我覺得記者厲害 可以去問到這樣子的內容 當Ending 告訴大家以後不要做壞事 因為他們說 就是在詢問的過程當中 發現有一個住在南港的老婦人 發現靈異事件 因為他們要去他家找一些東西 搬東西的時候 因為那個房子是一樓加地下室 地下室突然傳來老婦人的哭聲 不是一個人聽到 在裡面的人都聽到了 老婦人不是走了嗎 死掉啦 所以聽到哭聲 全部人奪門而出 但是還是把他的錢拿走了 他是裡面損失最多的 他有兩個房子 再加上現金一共六千萬 那你想想看 這個比那個粉紅警示隊還誇張 只是牽扯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自己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里長 你們怎麼會去要這樣 因為里長 當然我們都知道 里長跟李明之間的關係最密切 所以到底哪一戶 有老人家生活資料大概怎麼樣 其實里長是真的清楚的 所以你自己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太離譜了 真的 太離譜了 所以他里長會繳獲在其中 就是想都沒想到 其實我們平常真的是 跟這些獨居長輩互動是非常密切的 我剛上任的時候 我印象中是14個獨居長輩 現在是35個 然後我剛剛來錄影前 在跟社工在討論案件的時候 又收到通報 又有多列管兩個 老老照顧 兩個老夫妻住在一起 雖然你覺得他是兩個人 可是他也是算獨居長輩 因為彼此兩個都是長輩 我們通常就列獨居長輩是 沒有其他的照顧者 所以有的是跟這個老老在一起 然後有的是那個 可能他的子女跟他同住 可是子女是金帳 子女是金帳 他要去照顧那個子女 對 所以我們的認定是 金帳他也被列管 我們都要定時注意他的狀況了 那只是真的沒有想到說 會是里長餐禍其中 變成一個這個榨取錢財 真的不好意思造成社會官員不佳 他在此跟大家道歉 不是所有的里長都讚 說到這個財產的問題 其實我之前在 這個處理一個獨居長輩 他癌症 就是夫妻連續癌症 那他在過世前 因為沒有現金了 但他要去做這個治療 醫生有跟他說 你可能還可以做什麼治療 但是費用很高 他就拿不出錢 他就跟我講說 那里長 你可以不會幫我處理房子 我今天要處理房子 我想說要許我 我去碰這個是很多爭議 因為在我印象很深刻 去找他之前 他們社區的管理員 還跟我開玩笑說 里長他沒有小孩以後 這個會不會就是你的 不會 然後你又去幫他處理房子 對 然後他跟我說 叫我幫他處理房子的時候 我說 不是很妥當 沒有 我跟你講 接下來那個管理員 就會跟旁邊的人講 我就跟你說吧 對啊 難怪里長最近特別關心他 所以我就很安心這樣 那怎麼辦呢 可是你也不能不幫他處理 他需要醫藥費 我們後來就想盡辦法 因為雖然沒有小孩 可是他是有其他兄弟姐妹 只是平常比較少聯繫 我們也沒有他的聯繫 後面是想盡辦法 終於聯絡到 這也是很悲慘的一段故事 聯絡到他的妹妹 住得其實滿近的 可是終於聯絡上他的時候 他接到電話跟我們說 他自己也獨居 他先生上禮拜過世 我聽到 天啊 要請他處理這個 他的手足的事情 結果又聽到這麼悲傷的故事 我只好說好那請節哀 我再跟你聯絡 結果你還先去幫他處理他先生的後製 對 我又聽他安撫一下他的情緒 他就開始哭 然後就直接安撫他請節哀 先擱置對不對 後面還好 真的沒有處理房子的事 因為也是滿難過的是 他在這個房子都還沒有去討論 怎麼處理之前 人就走了 對 對 剛剛還請你講 光叫你處理一個房子 你都會覺得我適合嗎 這中間會不會有一些什麼狀況 但銀軍怎麼辦呢 房子不能沒有人處理啊 像獨居老人如果過世 假設過世以後 如果真的都沒有小孩 或是我們知道有繼承順序嗎 如果都沒有 那就中華民國感謝你嗎 他就會變成這樣嗎 可是這個案子裡面 你看到這麼多 各行各業都在裡頭一起繳獲進去 你看了會不會覺得也過分 確實是很過分啊 我先講一下法規的部分 社會救助法有規定 如果長者過世 但沒有小孩 也沒有遺族來處理他的遺體 那關於他的遺體這件事情 法規原本是規定 由公所要處理 但公所這個業務其實有點雜 有點多 而且演變到現在 已經統一規劃成 由社會局 社會科民政局統一處理 那如果往生者 生前有留下遺產的話 不好意思 遺產呢確實就是會歸國庫所有 但是在歸國庫所有之前呢 社會局會先發匯看通知 匯看通知會匯同當地的里長 好 里長又出現了 又是里長 很重要一定要在 再來是當地的警察 怕有什麼衝突事件不知道 再來呢 社會局跟公所的人 一定大家都會到 在匯同鎖匠 開鎖進去老人家生前的這個房子 查看有沒有留遺囑 有沒有遺症的這個狀況 然後再來呢 確定這個屋內呢 有沒有什麼現金啊 黃金啊等等的 盤點所有的遺產清冊 造冊之後呢 才會確定真的 無人認領這些遺產之後呢 歸國庫所有 所以獨居老人的這個處理流程 大概是這樣子 那曾經有一個案例就是 老人家在家裡過世了 那他生前有個手帕交 常常在公園跳舞的 隔壁的一個阿婆 知道他過世之後 蹦蹦蹦趕快跑來 說那個阿比啊 說他那個生前說 說有交代我啦 說他的那個媽媽爸爸都埋葬 在那個什麼什麼陽明山什麼地方 說有交代說 他那個骨匯要放在他旁邊啊 可是沒有留任何的遺囑下來 包括這個口頭的部分 也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 然後那個阿伯說 阿比阿公他有那個遺產 要處理他生後事 把他辦得比較好看好看 但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任何的這個片面字據 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他的大體還是照剛才的SOP處理 他的遺產還是會過於國庫所有 所以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一定要在我們還在世的時候 先預律去遺囑這件事情 把他安排妥當 而且尤其是不要真的 臨時到你這樣病榻前面了 才要做遺囑這件事情 那時候都會有爭議 因為醫生不見得願意出具 你的意識清楚的證明 尤其是彌留著這個狀態 你即使是我們法律有規定 口述遺囑是可以去解決這個 危急情況的遺囑事情 但是通常沒有公正的願意做 因為他的意識的這部分 沒有人可以證明 他是沒有問題的 那剛才講到那個台版地面師案 就是這個轟動這個 最近的這個案子 其實有幾個角色可以來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個主謀 就是那個蔡律師 他其實的心思呢 我覺得是很縮密的 首先他會去搜尋這個 我們的這個民政局土地的這個地政單位 看看有沒有無人繼承的遺產 他會先去公開的這個訊息上面 先去搜一遍 他鎖定了某一個目標 文山區的某棟透天措 真的沒有人去繼承 志穎你是文山區的嘛 文山區 舉例而已 舉例而已 色誤 那接著呢 他確實就會去找 他的這個友好的弱性警員 跟他說我現在有個目標 你幫我去確認他的個資是什麼 然後再來呢這一夥人裡面呢 還有民政單位的公務員 他也幫忙去確認這個個資 鎖定的目標 不中產標的有了 那這個目標 對目標呢 也真的沒有人去繼承了 再來呢 他呢 還有一個很高照的地方是 他偽造了一個 一個很高照的地方是 這個一個是 他偽造了一個 這個一個是 這一夥人裡面呢 還有民政單位的公務員 他也幫忙去確認這個個資 鎖定的目標 不中產標的有了 那這個目標 對目標呢 也真的沒有人去繼承了 再來呢 他呢 還有一個很高照的地方是 他偽造了一個租賃契約 他去假造了這個 老人家生前住的這個房子 有一個假的陳租戶 拿出來給鎖匠看 說我是這個房子的這個租客 不好意思 我要死掉了 鎖匠還幫忙去開鎖 讓這批人進去到屋子裡面 但鎖匠顯然應該是不知情的 當然 他相信了這個假的租賃契約 就開鎖了 這群人進去做什麼呢 找看有沒有遺囑 或者找看有沒有信件 他要去偽造這個老人家生前的筆跡 去偽造他的遺囑 還有遺囑是這樣子 對 所以他是這樣的 這個算細膩 對 那他真的找遍了都沒有任何的文件字句的部分 才會去偽造那個代筆遺囑 所以代筆遺囑就找人家來寫 所以如果有字記 他就仿造他的字記 沒字記 他才是退而求息 是找那個 那他是到哪裡找到AV 不是 他到哪裡去找到書記官來幫忙這些事情 這書記官呢 報紙是 冒照媒體是說 他其實跟這個弱姓警員是同期的同學 他以前也是警察 對 他以前是警察 然後後來因為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警專這邊 警察這邊有一點事情 後來奮而發奮圖強去考書記官 才考上的 對 所以公務員的部分呢 確實是會加重其刑 可是剛才這個過程 其實過程當中有一些啊 當然如果你問我是一個所將 有人要請我開門 當然我就幫你開嘛 那當然你說這個 可是有一點很吊詭 你告訴我 因為鑰匙掉了嘛 所以我進不去嘛 那你怎麼不找房東 不是 你告訴我誰會把租任契約帶在身上 身上 誰會把租任契約帶在上 你租任契約一定擺在家裡嘛 對啊 然後你鑰匙掉了 然後我隨時拿一個租任契約給你 不好意思 大哥我什麼都沒帶出門 我就帶了一個租任契約 所以這是我租的房子 不是大哥你也太太 可是剛才鑰匙講的對 他們是很心理 包括要偽造筆跡 或是做這些 但是我跟你講 鴨蛋在蜜也有動啦 對 你就是看得到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會東窗事發 可是你不只是老人家在呢 我們每次討論到這個 柏晨 醫院一定是很重要的一環 沒錯 醫院有很多也是老人家住住 但沒有人來照顧 那怎麼辦呢 你要通知誰 或是可能狀況真的不好的時候 那接下來又該怎麼辦 很多獨居的一些問題 在醫院都會浮現出來啊 沒錯 因為大多數的人出生跟死亡 都是在醫院 所以我們其實把關到 你就前面跟你的後面那一端 那所以呢 先大家先提醒一下 每一次你去醫院 不是要前一個前面那個 緊急聯絡人啊 資料這些 不要把它當作玩笑 我們雖然只有留一個格子 讓你填一個緊急聯絡人 沒有人說你不能填多一點 你可以填多一點 萬一我們第一個沒有聯絡到 我們可以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萬一如果沒有填寫清楚 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回到里長那邊去 所以里長就是最後一個緊急聯絡人 對 對 就是前面都聯絡不到 就只有找里長啊 但是醫院裡面 我們常常遇到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很久都沒有看到人家來照顧他 當然可能是看護 或者是其他人來照顧他這樣子 都跟他沒有血緣關係的 然後在後面的時候 或結束的 或者是生命 或者是緊急的時候 突然間 就來了一大堆的人 然後你都搞不清楚他是誰 他是誰 每個都來說是他最親的 每個都來說是他的 對 那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永遠搞不清楚 我們作為第三者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在院 還有另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狀況 就是來搶屍體 搶屍體 為什麼 第一個部分的話 有些人說 他跟我生前有契約 他走了之後 他是屬於我們公司要處理的 後事的 一個是醫院本身合約的 地下室的 合約的葬儀社 所以到底是兩個 哪一個 因為他跟誰有簽的話 樓下就不能再去碰他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家屬 家屬他有些就是 想要留一口氣回去 就是在臨終 還沒有走之前的時候 他就會想要先把他帶回家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臨終的過分 就會有人去搶這個 身體要跑到哪裡去 那我們當然就是希望 就是說我們了解是誰 我們才能夠放行嘛 總不能讓人家 隨便把遺體就帶走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麻煩大家 如果真的要寫資料的話 寫清楚一點 因為你只要沒有寫清楚 到最後都會落在里長的身上 博士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有很多那種你剛剛講到 我知道我們台灣人傳統 有一些會覺得說 最後一口氣要留在家裡面嘛 OK 在家裡面走 但會不會有人就利用 這樣一些的方式 就是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老人家 老人家的狀況 他可能也簽了 就是不要就是積極搶救啦 或什麼什麼類似這些 但是事情不是老人家 自己想的那樣 因為我們曾經看過一些案例 有終身奉的 有什麼什麼那些 你活得越久領得越多的那種 或是子孫不見得 願意讓你這樣走 這是我們最困擾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他就是真的 就是到人生的末端的部分 可能要準備走安寧的這一塊 可是就是會卡在前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曾經有遇過的就是 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真的是癌症末期 要走安寧的部分 他本人在生前 就已經簽他不要急救 他就讓他就這樣子走 然後他願意 如果到了那個地步的時候 做安寧照顧 那時候他簽的時候 是他的媳婦 在旁邊做證人 我們只知道 這個媳婦是他的家人 其他人從頭到尾都沒看到 然後呢 就突然間 我有一天值班的時候 那個安寧病房就說 陳醫師你來處理 我們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莫名其妙 出來出現了兒子 跟媳婦在吵架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已經 這個阿伯已經 意思已經喪失了 但是呢 他就是有終身奉 然後他每個月呢 過了某一個日子呢 他就可以有一筆錢進來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 拖過那個日子 那個時間點 錢才會進來 可是你在安寧病房 你沒有辦法 讓他拖過那個日子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們在吵說 才差幾天 為什麼不去急急去救他 媳婦跟他講說 他生前就是要求這樣子 可是家屬說 他們要求的是要急救 希望馬上就退出安寧病房 馬上到一班病房 馬上去做這個部分 去延遲他的生命的部分 到最後呢 這個組織醫師呢 就讓他們就自動出院了 就是可能沒有協調好的 就轉到別的地方去 結果呢 過了半年時間 半年喔 半年時間之後回來 就說這個人死掉了 我們就想說不大可能耶 那時候你們在吵的時候 他都已經瀕臨死亡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回到家裡 你們的醫療那麼厲害 在家裡就可以照顧六個月 完全可以 那是我們醫院的書師 這很奇怪呢 我們醫院都沒有辦法 讓他拖過六個月 你有辦法回到家裡 讓他拖過六個月 之後就說他死亡 要拿死亡診斷證明書 是那一天 那我們就說 我們醫院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只能寫 在我們醫院死亡的人 不在我們醫院死亡的人 我們絕對不能開 他們就去找了衛生所 也找了里長去做相驗 那個衛生所醫師 後來就行而吻給我們 就說 我想要知道 他到底是生了什麼病 因為 他說只有死一天 但是我覺得 他已經在兵庫裡面 死了好幾天 不大可能 所以他就拒絕 拒絕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說 這是他的病例 你可以拿回去 去讓你看這個部分 就是讓醫師去看說 你到底要不要去寫 這個相驗的一個部分 結果也是拒絕 後來他們還是找法醫的去講 然後後來法醫高中說 是回去沒多久 應該有死了至少半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放到兵庫 所以他們一直把他兵著 然後後來法醫高中說 是回去沒多久 應該有死了至少半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放到兵庫 所以他們一直把他兵著 對 放兵著 然後為了要領那些錢 為了要領錢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遺產的部分 那種稅的問題 對 稍稅 稍稅的問題 就是之前他真的有轉 可是未滿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還是會打到遺產稅 所以他等於 照理來講 那個遺產稅 他的稅只要過了那個時間 他就來跟你們說他走了 對 其實他走了很久 他其實走了很久 一直冰在家裡面 對 哇 哇 太誇張了 就為了錢 就為了錢 而且錢也是蠻大一筆的啦 當然啦 OK 所以你覺得聽起來 你會覺得很誇張 為人子女怎麼可能這樣 沒有 你只要常看我們的節目 那些案例出來 真的讓你覺得 那真的是漸漸血淚 都是這個樣 那 志偉 剛才講那個 屍體都有人搶 對 還有人拿著屍體 也可以想辦法榨財 對啊 就是長輩已經走了 那這個晚輩呢 就想到的是說 他還有老人津貼還沒領 那好歹再領一次吧 因為才剛走嘛 就跑去要領老人津貼啦 郵局的人跟他說 老人津貼要老人自己來領 要本人喔 你拿他證件不行 要本人喔 後來呢 這個孫子叫他的朋友 兩個一起把阿公扶到郵局 阿公是已經死了喔 扶到郵局去說 我阿公喔 身體不太舒服 我們帶他來領老人津貼 阿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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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能行嘛 他已經死了嘛 你知道嗎 然後後面排隊的人就說 不對耶 他沒穿上去耶 你知道嗎 沒有在呼吸 那嚇死啦 對 然後那兩個被識破的年輕人 就把阿公的屍體丟在郵局 人跑走了 你知道嗎 那要通知里長來 所以你知道 要通知 就要通知 因為身分證有留著嘛 如果大人不在家 就是要成里長了 都跟你有關係 他為了幾千塊的銀行貼 要本人 他真的把本人帶來了啊 你沒有說不能帶死人來啊 這個是不是很搞笑 那他不是偷屍體嗎 就是腦子有動啦 沒想那麼多啦 然後呢 我還有一個朋友的長輩 他的熟公之類的 然後他也算是孤家寡人 沒有結婚 那就是有個4號很喜歡撿破銅爛鐵 街坊鄰居都以為他很窮 因為沒有小孩嘛 撿了一堆破銅爛鐵 家裡堆很多這樣子 那平常看他也都是 深入撿出的 吃得很清淡也很省這樣子 那但突然有一天 他人就走了 那人走了以後呢 就是因為要通知嘛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都過世了 就只剩這個孫就對了 他就被通知了 那被通知呢 到在處理他的後事的時候 就有一個阿婆 就來說 啊 年輕的 我跟你們 這是你們這公 我們有認識 我們都一起撿破爛的 那他如果走了這些你要嗎 他就比房子裡面很多 那個瓶瓶罐罐那些 那當然他一定說不要 我要這個東西幹嘛 那如果歐巴桑你要就給你這樣子 那他這個歐巴桑就很開心 就馬上喔 就很快的時間 就把東西全部清走 但他看他在搬的時候 搬得很吃力 他就想說 那這個不是寶特瓶怎麼會搬那麼吃力 那歐巴桑就被倒沙缸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搬 那他也沒想太多 那當然就把大體靈回去了 那當然這個房子 後續他一定有的計程 所以他願意處理嘛 但是喔 頭七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做了一個夢 這夢到他這個這公 跟他講說 有人偷帶外景這樣子 跟他講 我的錢被偷了 我這個朋友 想說怎麼一回事啊 因為他夢到的這個熟工 是在空蕩蕩的家裡的客廳 他的房子 隔天起床之後 趕快跑去他的房子看 地上有留三四個罐子 就是那個阿婆沒帶走的 裡面都是裝五十塊 五十塊硬幣啊 十塊就是全部那邊 加起來也幾萬塊 哇那這個裡面都是錢 他說他錢被偷走了 那就是這些錢嗎 隔天警察通知他 他說有一個阿婆來自首 來自首什麼 他說我偷了那個歐吉桑的錢 這樣子 為什麼你要來自首 沒有啦 因為他就一直來找我 他說那個歐吉桑變鬼來找他 叫他錢還他 所以他不只跟他的子孫講 也去直接跟阿婆講 對 那歐巴桑就講說 他說他有一天經過 就看到那個歐吉桑在數錢 那個瓶瓶罐罐裡面 都塞好多錢這樣子 你知道他後來把東西還回去 他說他一千五千都沒拿 算算多少錢你知道嗎 一千萬 裡面的貧民公關塞了一千萬耶 對 那我這個朋友就覺得說 哇吉桑真的給我一個 好大的彩蛋喔 因為不然你這錢都被拿走了 所以還是一樣 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提 有講嘛 有靈異在 所以不要做壞事 這是真的 你拿人家錢人家去找你要 而且阿婆有講說 我一毛黑錢都沒拿 我還送電儀 因為他覺得我拿很錢 這真的太恐怖了 這件事 但是銀群 剛才講的這幾個 好 第一個阿婆算是自首 就是他因為那個建構號 來跟大家講 做鬼都不放過這樣一些情形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剛才博生講那個冰洞的這一塊 一直擺在家裡這樣冰 都沒有一些法律則任嗎 自首這件事情 其實是法律有規定的 在刑法第62條有說 所謂自首的要件呢 是有 第一個是 偵查機關未發覺犯罪 然後你自己來跟警察局 或者是地檢署 總之有偵查權限的這個單位 來表明說 我有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第二個是 即使偵查機關知道了犯罪事情 可是呢 不知道是誰做的 這兩個情況呢 都吻合之後呢 你才有可能去適用這個 這個減刑的這個優惠 那聽起來阿婆 應該算吧 因為是鬼 算是鬼逼著她去 但是聽起來是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裡面有那些錢 對 但是去報案了 那警察也在找這個阿婆了 而且已經鎖定了 就是回收的阿婆 所以在知不知道犯人這件事情 可能有爭議 但還是鼓勵自首 因為他至少是階層的司法資源 而且在法律是得減刑其刑的 所以是會有優惠的這個 鼓勵的這個方式 但是事實上具體 會不會產生減刑的效果 就是看個案去認定的 那剛才那個 那跟那個大體冰成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現在如果說是有這個 不知道死亡原因是什麼的 就是我們地檢組是有一個服務 是可以提供就是相驗服務的 就是只要是像剛才案例 醫院沒有辦法開立這個死亡原因的 這個證明書的時候 司法機關是可以協助去做相驗 他們就是不希望啊 因為如果要是法律去相驗 一看也知道 那死很久了 你告訴我這昨天走的 那怎麼可能 對 可是因為他要去領這些 所有的這些補助款等等 他一定要拿死亡證明出來 那相驗呢 如果也沒有辦法確定死因的話 因為可能冰凍太久的話 司法機關會解剖 那這個解剖的 他就比較涉及這個 高密度的這個醫療 醫療的這些措施 比方說他會看你水晶體的穩濁度 比方說會看你一些身體器官的腐敗程度 不是說你整個冰凍起來 就讓外界無法去參透他的死亡 他們是不是真的覺得 因為一冰凍 就冰十年跟冰一天 應該是一樣 所以每個人看起來應該都差不多 對 其實以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還是有辦法有機會推測得出 最接近的這個死亡的結果 那當然他有可能去衛造死亡的時間 那就是他要去勾結醫院 或者勾結司法機關 這當然就有可能是 人為要去做違法的事情 那就是另外一個層面 你自己共同詐欺 可是我們剛才前面所討論的這些都是 對 老人家如果走的話 會有很多人 無所不用其極的 用很多一些方式 就是要去詐騙這些 但是其實我們不單只是關心老人家走 應該是當人年紀慢慢的 老去過程當中 你的生活 你的起居 你的各方面 這個才是應該要照顧的吧 這個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一環 可是最擔心的 也在這一環 我不曉得這裡 我們在節目前都會講說 會不會有好講粉紅剪絲對的 或是有人表面上對你虛寒問暖 當然也許老人家那個 心裡空虛寂寞冷的 只要有人照顧我 我當然好啊 但你怕的就是有人 就心懷不軌 我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希望 從你這邊挖一點錢挖一點 挖這些連棺材本 全部都被你挖光 那里長也要關心這些事 我們是不得不接觸到 這一集來錄壓力很大 這裏點名我那裏點 對 里長很重要 但我們平常是真的會接觸到 而且大家可能覺得說 你要去榨財 要去接觸 一定是找那個有錢的 但其實沒有 有錢到沒錢其實都會被鎖定 我這邊就有遇到一個案例 是一個農民伯伯 你說他很有錢其實也沒有 但是他越退就有固定的金流進來 所以之前他就結婚一個大陸籍的配偶 然後可是後來就是 就離婚了 他太太就說什麼有債務問題啊 什麼什麼 這個娘家那邊怎樣 所以先辦假離婚 對 然後這個伯伯就很痴情 很痴情這樣每個月繼續給他金流 給他錢 我一之前還想說 伯伯這個農民退休 應該可以租好一點的房子啊 為什麼要租在這個PMP三邊潮濕 對 就是我走路都擔心他會跌倒的那個地方 後來才知道因為他每個月固定要把錢 轉給這個已經離婚的太太 但是我從來沒看過 然後聽大家講說 至少十年沒看過這個人 然後他十年來一直寄 對 然後林俊來說以前還會看到這個外配 偶爾會來看他 好像很長一段時間沒看 然後突然有一天出現說 帶伯伯去郵局 領了一筆錢走 每個月金流不夠 可能他有特殊的需求 可能年紀大要去打個鳳凰電波 需要十幾萬 就帶去領 這個伯伯這麼痴情就這樣給 他也不宜有他 這是比較沒錢的 那比較有錢的也有可能是整個 這個案 我現在講的這個案例 就不是我這裡發生 是在民國九十幾年 那個時候房子還沒有所謂的實價登入 一樣一個伯伯他也是獨居 住在這個房子是滿好的地段 那他後面因為真的需要照顧 那就請了一個看護 但其實鄰居都不知道說這是看護 因為他進來 他都跟大家鄰居 他朋友自稱說是甘女兒 然後這個伯伯他也接受了 他也沒有反駁 因為就可能照顧得不錯 互動起來不錯 就想說就這樣子 就接受了 所以大家也都不疑有他 每天進出 都覺得說反正是甘女兒 結果到後來 因為已經是這個年紀見長 然後就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失智的狀況 然後社會局的這個社工 就要帶他去做這個鑑定 然後後面在鑑定互動的過程中 才發現怪怪的 欸房子不是伯伯的嗎 那為什麼會要繳房租 有這個單據 才發現說這個房子已經被看護賣掉了 已經被賣掉了 而且大家最近有看新聞應該就知道 豪宅的部分 林怡街這個路段 零一屆的部分應該是還不錯吧 當然喔 房價應該不錯吧 是啊 Peggy也去看那個1.2億的嘛 這個房價的部分 不可能只有七百萬吧 就算這個二十年前 什麼可能 不可能只有七百萬吧 但是被賤賣七百萬 再簽給他新的這個屋主 再租給這個伯伯 這個八兩層皮耶 已經賤賣了又繼續租給他 結果被發現之後呢 看護跟他的這個男朋友 就逃回大陸了 人就跑了 那當然後來就是有 當然也是去舉報啊 然後有通緝啊 但是也抓不回來 但是這個伯伯在這個做鑑定的過程中 鑑定結果還沒出來 人也走了 也是一個哀傷的故事 林怡街的豪宅 你價錢 就算二十年前 七百萬 對 只賣七百萬 七百萬現在在 那個現在在台北買什麼 可能連在我們文山區 我今天看到新聞說 文山區的這個房價 已經是相對親民嘛 什麼這個 這個近一年的均價 八十三萬 已經算親民了 八十三萬 如果以這個價錢八十三萬 只能買在九坪 買九坪 然後九坪 還扣掉公社 然後其實大概只有四坪 五坪 大概買一個大廁所 有浴缸的廁所 有沒有高級 就只能買這樣 哇 七百萬 你這個豪宅 還回租個伯伯 扒兩層皮啊 可是這個就是 大家一直講說 如果有子女 當然子女要關心一下老人家 要不然的話 好啦 我講的事快一點吧 被騙的 可能也是你未來 你的錢 好不好 如果講遺產的角度 你為什麼不再生錢 多關心一下老人家呢 可是 不是 你在醫院看了這麼多 包括老人家 你不要講說有錢與否 可是老人家 他在年輕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聽他講起 年輕的故事或什麼 每個都精明幹練得很啊 對 為什麼到了這個年紀以後 為什麼都這麼容易 人家哄一下 就突然覺得 對 戀愛腦回春 然後覺得這個是愛我的 這個肝女兒也疼我 為什麼都這樣 年紀大的時候 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其實也是希望 有些年輕人 可以能夠協助在 他們做的部分 那很多人 年紀越大的時候 如果還有一些殘疾的話 可能就是 生活上面 還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也是希望年輕人 能夠去關注他們 所以我們在醫療上面 有一個就是 居家照顧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有些老人家 沒辦法直接到醫院裡面 所以之前我有下鄉 去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去那個居家去照顧 那時候去照顧一個 非常有印象的一個老人家 他就是一個滿特別的 他那時候就是 年紀真的滿大的 大概80多歲 那他稍微有點 白內障的部分說 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 也有一些聽障的部分說 講話要很大聲 那所以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很懶的去出門 可是想說 這個老人家 怎麼會需要 我們的一個照顧呢 因為我們到他的家的時候 發現他的家還不錯啊 因為一般來講 去獨居老人的家裡面 如果沒有人去照顧的話 你可能垃圾丟了都是 然後可能這個東西欠修 廁所還在漏啊 馬桶壞掉啊 廚房壞掉 沒有 去了就這個房子 是好像有兒女過來幫他做處理 可是他在上面寫 獨居老人 那到底是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的確他有去申請這些 相關的社會的一些幫助 所以他之前就有 人家幫他去送愛心便當 就個年輕男生就是 他就是那個區域裡面的 愛心便當都是他送的 結果這個年輕人呢 可能好像跟這個伯伯 比較談得來 還是要比較對Key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都會幫他整理他的房子 然後伯伯都覺得說 這個人真的對他很好 然後幫他整理東西 哪裡換來幫他照顧的 這樣子很好 這個男生跟他的一個關係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們跟他是完全沒有 血緣關係的一個人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那他這個去照顧到底是有沒有 因為畢竟你做志工的 去送愛心便當的 你也沒有辦法領太多的錢 所以你要幫獨居老人阿伯 去整理他的廁所廚房房子 你錢從哪裡來 這個阿伯 因為他沒辦法去 去給他這個錢去找師傅 所以他就是給他 存著印章相關的證件 給這個年輕人 那過沒多久 我已經離開那個 我就沒有在那邊下鄉了 就我們就有一些人 就是在那邊的好朋友 就就講說 那個阿伯現在狀況怎麼樣 雖然年紀大可是還滿硬朗的 他說有一天他被發現 沉濕在鄉下的那種大水溝 那鄉下那種水溝是很大 是可以整個人進去的那種 就沉濕在裡面 那我就想說不對啊 阿伯是不出門的啊 他眼睛耳朵都聽不大好 他不大出門的人 怎麼可能會走到家裡面外面 然後不小心掉了 掉到水溝我相信看不到 有可能掉下去啊 可是為什麼會跑出去 他基本上不出門的人呢 然後後來再去問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個房子他一直在住的 其實是已經過戶給那個年輕人了 然後那個年輕人一直在用這個阿伯的錢 在整理他的房子 所以他就當作自己家在裝潢啊 對 但是用阿伯的錢 所以他就先把他過戶過去 阿伯就沒有房產 然後房子這部分 就可以有社會救助 就會有社會救助 會有社會資源 會有這些東西 哇 好擔心喔 對啊 而且他拿阿伯的房子裝潢 鄰居也不會覺得奇怪 對啊 就是阿伯在裝潢的房子 阿伯在裝潢 這麼想自己 現在其實長輩越來越多 尤其獨居這時候很多裝潢 你說有子女可能還有人幫他 稍微拔慣一下 可是沒有的時候真的有時候真的很可憐 其實就你說財產被騙 然後甚至有時候連住的地方都是個問題 所以要幾個拜託 第一個是一直在跟市人府溝通 拜託我們這個社會住宅 除了青年以外 獨居老人是不是可以有特殊的一個額度出來 他們已經是基本生存問題了 連租房子有時候都租不到 沒有人要租給他 對 因為大家會擔心租了以後 會不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對 然後第二個拜託是這個老人相關的一些福利社 比如說安養機構 比如說日照 這些東西 因為常常要蓋的時候 租戶都會有很大的反抗 認為是賢物設施 可是真的 我們高齡化的社會 超高齡化的社會 生老病死都要遇到 請大家不要去拒絕 這個東西是必要的 你或者是你的家屬 你的親朋好都會遇到 第三個拜託是勝選里長 我們是認真的里長 好不好 勝選里長 投票的時候投給一個有認真負責的里長 謝謝 還好現在還沒到選舉嘛對不對 還沒到選舉嘛 西早呼籲一下 對 我想前面兩個都拜託完了 還有哪一個要拜託 是拜託這一段 OK 但你看過很多這樣一些事 對老人家用很多一些想法 其實我覺得也想要找人聊天或什麼 但你說剛才前面聊的這些 都是希望年輕人能夠重視自己家的老人家 與其你去關心別人 你不如關心一下自己家的一些老人家 但志偉 有的老人家的想法 有人是為了未來打算 他希望拿錢去買他未來的財事 這什麼意思 而且這未來還在陰間 我覺得我今天講的例子 你真的不要覺得是瞎 它是真實發生 那這個老人家呢 以前是做生意的很風光 那小孩都送到國外去了 那送到國外去 當然他們就不回來了 所以他本來跟他老伴嘛 後來老伴走了就生他一個 那剩他一個他覺得要讓自己忙一點 才不會想東想西 所以這個雖然七十幾歲了 還是有什麼工作 或是有什麼事情要做 他就會很樂意去學習 希望自己活到老 學到老 那就在一個老人社團裡面 認識了一個茅山稻樹 因為他自己從年輕的時候 都很相信風水 而且他也相信他一生這麼順遂 就是因為自己相信風水 所以他就去了這個社團 認識一個茅山稻樹 他要去學茅山稻樹 那當然只是第一次去報名嘛 就遇到一個 這個道長看到他說 哇 這位大哥 我看你的面目 你是一個練茅山稻樹的奇才 看起來就是你如果有練的話 你現在的功力絕對高過於我 真的嗎 真的 只可惜你現在年紀已經大了 你學這個可能也沒什麼用 那這樣怎麼辦 我告訴你 我現在可以讓你百年之後 你到英朝地府去當個猜 你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可以讓你百年之後 你到英朝地府去當個猜 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阿伯聽起來說有這種事 但是有啊 我們茅山稻樹就是有一招 奇門遁甲那都不用講了 有一招就是可以觀落音 然後我可以去幫你 買通地府的 閻羅王 地藏王 菩薩 這個阿伯還真的相信 你知道 那要怎麼做 他說你當然要買很多 這個走路工 要花什麼錢 要辦法會 就跟他一筆一筆炸嘛 那辦個法會可能都要20幾萬 他燒很多東西 他就這樣一次一次 半年內給了幾百萬出去 然後給了幾百萬出去 他就認為自己以後 到英間去他要當鬼猜了 他還跟他老伴講 講說去警察局報 被案的時候做比例 他跟他老伴講說 以後如果我去地府的時候 我是官 我就可以帶你到處怎樣 警察聽了都覺得 怎麼會有人相信這種事 你知道嗎 但他就真的發生了啊 所以他被騙了幾百萬 後來是為什麼他 因為他還沒死嘛 他怎麼知道他會不會當差 他只覺得我已經買了這個保險 打通關 就每天很開心 也有學到一些茅山稻樹 後來是因為這個道士被抓了 他騙別人 用同樣的手法 結果 而且那個差事是同一個 他發現他的位子被搶了 反正總之就是他被抓了 被抓的時候說 你說你還有騙哪些人 反正從他的一些匯款記錄什麼 就查到了這個老後 這個老後去警察局 他本來還不相信 我都跟我老伴講好了 還生氣 所以這個真的有時候老人家 他會相信他眼前看到的 可是事實上這種 尤其是也要提醒大家關心老人家 還有一個就是像在醫院 其實要騙老人家 有很多這些不法自主 是在醫院裡 因為身體常常不舒服嘛 去他就告訴你哪個要好 這個好 那個好 通常那個都是天價的藥 天山雪蓮 或什麼管他是什麼玩意兒 大概都是這樣的一些情形 可是真的 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我還是回到那句話 你我都會漸漸老去 好不好 現在關心老人家 所有的制度能夠設立 也都是為了你我的未來是這樣 但不管怎麼說 制度再怎麼樣走 不如人性 那你關心老人家 你關心自己的長輩 讓他有一些溫暖 恐怕這些案子會比較少 OK 博晨 你現在沒有小孩嘛對不對 沒有 要怎麼規劃你自己的老年生活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呢 我就是都不要 然後我就把我的老年的生活呢 就交給第三者來幫我照顧 所以我個人的話 就是把該有的保險的部分 他會給我的部分就是買好 那買好之後呢 我可能之後就跟我的一些好朋友 他們也都是跟我一樣想要單身的 我們就說那OK 以後我們就是一起 就是找那個 瑪莉亞推我們到樹下面 去曬曬太陽 然後呢 我們不用擔心錢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部分 交給了第三者的部分 他每個月會給我們該有的看護費 長照費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過我們的一個日子 那這個部分呢 就不會有人去擔心這一塊 那如果有多的 有剩下來的 我們做做公益 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我們這個部分 不想要這樣的嚴格的話 我也是缺了那個器官權證 所以就是我如果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就不要救我 我就把器官捐給該需要的人 我們就把這個部分就是結束掉了 就不用有這個後面 這麼複雜的事情 OK 那問不成這一段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規劃 即便不管說你是沒有子女 一個老人家在居住 可是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規劃好 所有的事情都要先預想到 後面可能發生 那誰說 每個人不能夠有一個 非常健康的老人生活呢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你們的收看 正正的事 我們下次見 拜拜